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么严重吗 去年《魂球时报》的胡锡进 还说他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而且还晒出他们的圣诞树照片 今年他又在报社和员工一起过圣诞 而且还发出贴文说 要向所有那些在平安夜 坚持工作的基督教员工致敬 就算说要拘留也要先拘留胡锡进吧 你跟严谨能比吗 人家《魂球时报》那是海外的党媒 那是给墙外人做秀看的 我们墙里人就算了吧 我先接个电话 那你们商量一下 那这节目怎么办 这明天就要开演了 现在换节目 这不可能吧 这道具也来不及买新的 我也知道啊 你看这硬件不行的话 能不能软件上想办法 咱把剧情改改 不出现圣诞老人和天使 改剧情 你们俩这干什么呢 我们这排练新年晚会的节目 你们被举报了 有人说你们宣扬迷信 勾结反华势力 警察同志 这帽子可太大了 我们就是排练一下节目 对啊警察同志 怎么说话呢 我们什么时候那个宣扬封建迷信了 去哪儿勾结反华势力啊 这是经年通知 禁止过圣诞 这圣诞节就是迷信 警察同志 这圣诞节是西方传统节日 咋就成迷信了呢 这一到圣诞节啊 教堂里就唱歌 歌颂上帝歌颂天使 这还不是迷信 还有这圣诞老头 他的背景很深 很反动 他和八国联军有联系 他是反华势力的卧底 圣诞老人是八国联军的卧底 我知道了 最近当鼠疫你知道吗 其中一个症状呢 就是发高烧 一烧就成为糊涂 你知道吗 警察同志 你们今天测体文了吗 哎 你想要怎么说话呢你 1860年12月24日 八国联军准备进攻北京之夜 被定为平安夜 12月25日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 被定为圣诞节 12月26日 八国联军为进攻北京 获得圣诞狂欢 被定为狂欢夜 看明白了吧 这圣诞节就是八国联军定的 而你们居然年年歌颂圣诞老人 这不是明摆着跟法华势力勾结吗 警察同志 这个平安夜和圣诞节 都是为了今天耶稣诞生的 这年年都过 都过了两千多年了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我就认通知 通知上说了 平安夜圣诞节 就是八国联军发明的 哎 少跟他们废话都带走 哎哎 停 警察同志啊 你们 你们误会了 误会 有人举报你们演圣诞老人和天使 怎么就误会了 警察同志啊 你们真误会了 你不信 你这时候给你演一个 哎哎 音乐 起 停 你们这放的什么 这 放的是铃儿响叮叹 对啊 这不是圣诞歌吗 不是 这不是圣诞歌 这是伐木歌 这歌词里面说呢 这个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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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诗经理 诗经理不是说了吗 那个 伐木叮叮 鸟鸣鸣鸣鸣 对吧 我们就是用这个歌呢 来表现一下的这个 广大伐木工人的工作场景 哦 看树啊 哎 不对啊 你还敢狡辩 那不是圣诞树吗 还说你们不是过圣诞节 啊 呃 对啊 这个是圣 这就是圣诞树啊 这个是 西方反华势力中小的大独草啊 我们必须要砍了它 对吧 嗯 是这个意思 哎 那他穿个红衣裳 这不演的圣诞老人吗 嗯 这 伐木工人 哦 不是圣诞老人的衣服 这个是伐木工人的制服 我们用了红色呢 就是为了表示 我们 呃 一颗红心向着打 从里红到外 哎呀 这这这也说得过去啊 你们这剧情是 剧情 不是你剧情 啊 这个这个剧情吧 就是呃 叮叮当叮叮当 种树又开荒 呃 一刀一刀全砍光 哎呀 呃 致富向何方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 哎呃 老师我回来了 哎哎哎 还说误会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天使吗 不不不不不 他 不是天使 他不是天使 他是 他 鹅 他是天鹅 哎呀 啥 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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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我是我是天鹅 我是天鹅 对 这顺白衣裳呢 这是啊 天鹅 洁白的羽毛啊 哎呀 这俩翅膀 呃 这是天鹅 丰满的羽翼啊 嘿嘿嘿 嘿嘿 这剧情有点太熟悉啊 伐木工人养天鹅 哎呀 哎呀 这 这不熟悉 不熟悉 我我们这个故事呢 就是呃 伐木工人 改行养鹅之后 勤劳致富的一个故事 哎 对对 现在中美贸易战 经济不景气 国家要号召养鹅 嘿嘿嘿嘿 哎 不对呀 现在国家号召养猪啊 哎呀 呃 您不知道啊 这个 养猪吧 这个 扮相不好看 再说说 我们整个一个 跟猪八戒似的 会都保着上大老人 西天啊 不是 保着伐木老人 去挪威取经 哎呀 你们又该说我们 搞封建迷信了不是 对吧 所以我们就改了一下剧本 把它改成天鹅 啊 好吧 也说得过去 然后呢 然后呢 这然后呢 就可不得了了 这伐木工人 自从养了鹅啊 一年保底 两年翻翻 三年翻两翻 这四年翻五翻 行 行 行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呃 这不夸张 我养的这个鹅 可不是一般的鹅 怎么着 你们家鹅还姓党啊 呃 我家的鹅虽然不姓党 不过 这是百分之百的爱党 对对对 爱党鹅 没错 而我养的这个新品种的鹅 就是林郑月娥 对对对 哦 林郑月娥 不错 有创意 果然是爱党鹅 所以有了这只爱党鹅的指引 伐木工人终于脱贫致富了 对对对 那这个剧的结局呢 呃 呃 结 结局啊 结局就是 伐木工人和天鹅一起 朗诵师哥 呃 叮叮当 叮叮当 不过圣诞不重扬 呃 道路自信就是好 起 红朝上下 并如狂 首先 我们对德国球星鄂齐尔 和台湾网红波特王的不当言行 要是强烈抗议和坚决抵制 什么 怎么把常说的坚决反对改成坚决抵制了 因为反对没有用 制裁啊 才是硬道理 只有制裁 才能让他们感到痛 其实啊 这一招我们也是跟美国学的 你看 美国一出台针对我党官员的香港法案和新疆法案 我党官员立刻就老实了 这个例子不太恰当 反正就这意思 所以建议恶切尔最近有关新疆问题的言论 我们先是勒令央视取消对英超阿森纳队与曼城队比赛的现场直播 再把恶切尔从中国市场上热门的三款体育电子游戏产品中删除 至于台湾网红波特王 还没等我党发话呢 其大陆合作方帕皮将吓得立马出来做自动切割 声明两者已停止合作 并对一个中国原则 国家主权表达支持 不过这点 我还是要批评一下帕皮将 终止与波特王的合作很好 就不要说什么对一个中国原则和国家主权表达支持的话了 你本来就是一奴才 别整得听起来像是跟国家平起平坐似的 有严重自我拔高之险 以后要注意 好了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发言人先生 波特王事件在台湾引发渲染大波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皆对该事件做出回应 你看你 还一口一个总统总统 波特王不就是因为在与蔡英文合作的影片中 称他为总统才遭到抵制的吗 难道你也想被制裁吗 可是作为台湾公民的波特王还有我 不称蔡英文为总统还能称他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台湾民众选出来的总统啊 可以称他为蔡书记啊 不行 容易与蔡奇书记弄混了 或者叫蔡省长 对了 去年蔡英文过境休斯顿 他就被我们组织安排的当地爱国侨胞 到他下他的酒店门前 高喊蔡省长 他当时也没反对嘛 据说他还抱一个灿烂的微笑 可是蔡英文总统 好了好了 你被制裁了 不许你发问了 不许你发问了